去看看, 馬漢借錢不還 最窄到零初戀咖啡 逐次升級, 包有驚喜 你追溯公司搞得你 好像中了獎一樣開心 怎麼這麼大膽, 周圍簽大字幕 你先看清楚一點, 你們 你們兩個好, 告訴人 但你這回事有這麼多人 又有人出出一日入 應該很多人都見過了 那不是所有人都知道, 借過你? 那不是所有人都認識你 但是你怎麼會選成這樣? 是啊 這麼好, 二汶也送一輛車給你 你憑著有多大方向 我起初以為撿到寶 誰不知入郵又要錢, 整車又要錢 排費、宴數、租車位、牛肉乾 各樣都是錢 你開車就預料開始會大了 兩輛車養到被人追溯 我想我還是第一輩子 你這輩子真是, 貪一粒糖就輸一間廠 你肯定賣了一輛車就不要開了 有一次就有第二次了 總之不要見到便宜就亂貪 我真的不相信 你們有好處, 你們會不拿 有好處當然要拿 但是拿得來不要試試就行了 沒錯, 你們當然沒聽過 什麼收拾物帶的女生家 什麼收拾什麼? 這個典故是說殷小失大的故事 話說當年春秋戰國時代 進國規模相當大 但是他旁邊有一個 鬥養地呆的郭家仔 那個郭家仔的國王貪心 打算開一條路給大國經過 那久不久大國應該把好東西送給他 怎料走走走, 偷偷地連兵都運進去 連吞掉他的國家 整個國家都沒有了, 是否因小失大 什麼時候的歷史變得這麼好? 其實有一次在商場上 我看見那些試吃的東西 我以為是免費的 我就去拚命遷 遷就一下才發現原來要付錢 真的有 真是可憐, 還付了很多錢 校長知道這件事之後 就把剛才我說的典故告訴我 就是你們全部都舔過東西 在座各位就是我最聰明的 以後你們有什麼難題就請教我, 對吧 仁哥, 你不用這麼得意 你看看什麼時候輪到你 寶仔, 企師 一杯齋啡外賣, 收到 人家在這裡, 來… 大樓先生 有什麼吩咐? 幫大四起拍MV哥 日本監製佐藤先生 想找人幫他吐生氣, 拍劇照 是不錯的 今晚有沒有認識他親公談談? 有…當然有了 企師, 咖啡搞定 姐夫, 行了 那今天見了? 好… 就這樣吧, 再見 好… 桌壇先生 有了一副雀 就能 zoo 那是東西來的 又會這麼巧有人留我的東西在這裡 又會這麼巧被我撿到? 還有一個線也不用 難道連阿天都在幫我? 先慢一聲,回來找吧 怎麼這麼遲? 剛才我在公司撿照片 撿得很忘形,所以就遲一點了 同事人,快點過來 跟左騰神喝杯道歉,快點 好 錯手物件呢? 左騰神,紅書也是遲一點 希望你沒見怪 我沒怪他 我只是想看清楚他的襪子,很漂亮 對襪子低調得來,很搶眼 襪子也穿出格調 如果我沒看錯 這襪子應該是法國品牌 皮亞斯蒂娜的限量品,是不是? 是…大騰神真是有眼光 這個品牌專門做皮具 說要出賣專診皮鞋的襪子 所以才有這雙限量版,很貴鞋 很有品味 蔡棟先生,其實我拍照也很有品味 指教一下…不需要 這麼有品味的攝影師 拍出來的劇照一定很漂亮 這次工作非你莫屬 我先謝謝蔡棟先生 剛才我一定會很心情地這樣做 沒想到收拾了一雙襪子就收拾了一份工作 哥哥還說收拾了一雙襪子女身家 我就說是收拾了一雙襪子 贏身家就算了 但阿姆先生,你真的不要介紹錯人家 我更得了我的人 品味一定有差不多的 這雙襪子說明要搭配皮鞋 我建議你買一雙漂亮的皮鞋 讓你品味再高一點 我也是這樣說,認就認就他 那我就吸收大家寶貴的意見 做一個高尚品味的人 我們為世上有多一個上進的好朋友 乾杯 好,敬紅樹人對襪… 敬我對襪 一對襪子 大龍先生,我們不用這麼大反應 我還說要買一些名牌的三虎鞋 才能配襯得起襪子 真是說得沒人相信 這個世界是先進羅伊後進人的 如果我把自己收拾好 豈不是還可以多接一些工作? 你現在看的是TVBUSA官方頻道 想看更多TVB精彩的節目片段 就快點按下小鈴鐺 訂閱吧